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20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读报 我是Cherry 亚太金河组织领袖视讯峰会11月20日举行 会后发布吉隆坡宣言 强调合作对抗疫情 减缓冲击等五大优先目标 也将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整合 包括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 会议中美中领导人难得同框 但会中并未交锋 美国大选后首度现身国际会议的川普发言时强调 任内政绩 习近平则表达积极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意愿 据中央社报道 新冠疫情自年初以来肆虐全球 受疫情影响 主办国马来西亚决定 以视讯方式举行亚太金河组织领袖峰会 20日晚间登场的会议不仅是自1993年 亚太金河组织领袖峰会首次召开以来 21个会员经济体领袖及代表首度举行视讯峰会 也是美国总统川普自美国11月3日大选后 首度现身国际会议 川普因忙于法律诉讼 外界原本预期他出席峰会的几率不高 但他仍最后选择亲自与会 当前美中对峙下 川普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中的发言备受关注 不过也许是受到视讯限制缺乏面对面讨论的机会 据了解整场会议气氛相对平和 各国领袖代表把握短短几分钟的发言时间 表达各自想强调的重点 川普发言着重任内的国内政绩 包括纾困经济成长等 会中也未出现美中交锋的场面 在川普执政的四年中 美国对华采取了强硬路线 向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实施了以对等为目标的贸易、科技、媒体等多方面限制性措施 由于双方在贸易和投资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2018年召开的上次亚太金河组织峰会 未能达成就会议联合公报达成一致 这在亚太金河组织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 时隔两年后 今年的领袖峰会终于顺利产生联合宣言 在主办国马来西亚设定的优化人民潜力 共享繁荣之韧性未来主题下 这项宣言名称为《吉隆坡宣言》 川普团队律师希德尼·鲍威尔11月20日表示 在未来两周内 他的团队将能够在法庭上证明 有关选举舞弊的所有指控 因为目前获得大量证据绰绰有余 鲍威尔20日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网的 马利亚·巴蒂罗莫采访时 也提到对Dominion投票公司的指控 指控说 该公司的软件在此次大选中 被用来将投给川普的选票转移给拜登 此公司还和委内瑞拉有关系 川普团队的另一名律师朱利安尼 此前接受巴蒂罗莫采访时表示 Dominion使用了Smartmatic软件 该公司可以追溯到2004年 朱利安尼当时对巴蒂罗莫说 Smartmatic软件是由两个委内瑞拉人 和查维斯建立的 曾在南美国际的选举中舞弊 在十多年前 这款软件在美国国会受到质疑 并在多周被禁止 鲍威尔20日接受采访时说 我只能告诉你 这家公司最近可能想办法 已经断绝或试图断结关系 我可以告诉你 这家公司使用的Smartmatic软件 是用委内瑞拉的钱 在委内瑞拉开始的 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帮助乌戈查维斯操纵选举 鲍威尔说 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 在选举期间 选举系统的信息被传到了三四个不同的国家 这些国家可能已经观看实时选票进来 并更改数字 他说 有重大证据表明 全球最坏的几个共产主义国家 对我们的选举进行了外国干预 Dominion则对这些指控予以否认 宣称该公司与委内瑞拉或其他国家没有关系 鲍威尔表示 团队已经得到了各种证据 包括布林斯顿大学三位教授在内的专家 都认为这些证据在数学上无可辩驳 他说 这一切都证明了统一件事 都证明了监票员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 他们看到了选票进来 看到了机器被操纵 川普总统大选法律团队成员之一 著名律师西德尼·鲍威尔 在11月19日媒体会上证实 此前与民主党在大选窃票有关的 Dominion数据服务器在德国被没收的说法 由于服务器是证实民主党偷窃大选选票关键证据 鲍威尔的公开表态如同投下重磅炸弹 据此前报道 有关Dominion服务器在德国被截获说法 在11月14日 首先被共和党籍德克萨斯州联邦众议员 陆毅·高默特曝光 紧接着一位前中情局特工透露 该服务器属于CIA 是在驻德美军进入后被迫交出 川普的律师鲍威尔在19日 媒体会上证实这一说法的同时 又丢出另一个悬念 他在媒体会上留下一句 不知是被好人还是坏人拿到手 希望是好人 当天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时 又再次重复这一点 高默特议员爆出此重磅消息中一个要点是 美助德军方参与突袭事件 此说法国防部至今没表态 但一位叫拉里·约翰逊的国际反恐专家 很快解读了高默特议员爆料内容 拉里·约翰逊曾经在80年代到90年代 担任过中情局的情报官员 之后又供职国务院反恐办公室 约翰逊11月16日在保守派网站 The Gateway Pundant就驻德美军突袭 SYTL提供了其个人所得到的相关情报和分析 约翰逊肯定了服务器从德国被搜到的说法 同时抛出比服务器本身更重爆的资讯 服务器是美军驻欧洲司令部 从中情局驻德机构拿到 并且整个行动是在现任中情局局长 和联邦调查局局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 同时他表示 我获得可靠消息 一个由美国驻欧共体司令部 及美国欧洲司令部指挥的部队 实际上已经进行控制计算机服务器行动 但是这些服务器属于CIA 而不是Dominion或SCYTL 关于服务器为何属于CIA 与Dominion Smartmatic 以及SCYTL三家外国公司有何种关系 CIA迟迟不表态 这些疑问或将被一层层展开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在大选后自行宣布胜选 曾参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党内初选的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 和马赛珠塞州参议员华伦 均传出有意争取入阁 79岁的桑德斯重申 欲担任劳工部长 71岁的华伦的首选则是财政部长 这两人被视为是民主党党内的激进左派 据美联社报道 华伦从政以来致力于限缩大银行的权利 是所谓民主党进步派人士心目中 美国财长的第一人选 而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 19日声称 他特别适合执掌劳工部 他并提醒拜登 无论他能否入阁 拜登筹组新政府时 都不能将进步派人士排除在外 桑德斯说 对他而言 进步派的观点必须在拜登政府内部表达 若拜登要组一个广纳各路政治竞争对手的执政团队 却忽视了党内的进步派 这将是极大的羞辱 支持桑德斯的进步派团体 正以民主党人发言人夏希德名言 进步派在新内阁中需要有适当代表 夏希德还说 即使桑德斯华伦两人未能入阁 自由派团体也有备胎人选 例如民主党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莱文 和前媒联储主席叶伦分别出任劳工部长与财长 然而拜登19日受访时表示 他已敲定新政府上台后的首任财长 该人选会广阔民主党内人士接受 但他必谈有关桑德斯有意争取入阁的提问 拜登的政权交接小组 已延览桑德斯的测试梅西亚 负责与进步派人士接触 拜登可能提名其中一人或两人 但也可能最后将两人继续留在联邦参议院 美联社的报道分析指 在民主党继续掌控联邦众议院以及联邦参议院的席次 尚未完全定下之际 拜登在内阁职位人选的挑选上煞费酷心 尤其还得着眼于参众两院 可能由不同党掌控的分裂国会下 民主党议员入阁后 该党在国会的席次减少 可能影响政府推动重大改革 中共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钟南山11月20日罕见公开坦诚 中国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死亡率极高 武汉地区非症重症患者死亡率约40% 外界对此再度质疑武汉当地的真实死亡数字 今年初疫情爆发后 传出当地火化炉24小时运转 根据中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钟南山20日出席2020中国生物制品年会时表示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死亡率非常高 在中国全境内的统计显示 重症患者死亡率约为1.4%至4.5% 但在武汉地区的非重患者死亡率高达约40% 根据中共官方统计 武汉病例数最高风波在今年2月19日的9689例 当地的重症和非重症病例在4月26日清零 截至今年9月2日 武汉共有3869人死于新冠肺炎 但外界质疑中共官方严重隐瞒了真实的疫情数据 而钟南山公开披露 武汉地区死亡率达40% 一说漏嘴 从而暴露出疫情高风期武汉的真实死亡人数 绝对超乎想象 武汉市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发源地 疫情严重时期流传出中国多家纺织工厂 不对外接单 只生产官方要求的失贷 当时一名海外企业老板说 他们为中国赶制失贷100万个 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和俄亥俄州立大学 今年6月做出分析 从武汉火化厂发出的骨灰核数量 以及各项记证显示 武汉真实死亡人数为官方数据的10倍以上 报告批评说 北京提供的信息延误了中国其他地区 乃至全世界的应对决策 有评论指在疫情高峰期 乘上中南山证实的40%重症死亡率 真实情况恐超乎想象 欧洲联盟11月19日宣布 渴望今年底前核准辉瑞 BNT及美国莫德纳两款 新型新冠肺炎病毒疫苗 并明确表态不允许成员国购买俄中疫苗 而全文医学杂志柳叶刀 本周刊登了中国科新公司研制的 新冠灭火疫苗的数据 在一期和二期试验中参与试验者的 不良反应比例高达38% 欧洲联盟领袖19日通过视频会议 商讨新冠肺炎疫情 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 只要目前程序不出状况 欧盟药品管理局最快渴望 12月下旬核准辉瑞 以及美国莫德纳两款新冠疫苗 有条件上市许可 冯德莱恩说 如所有程序顺利进行 欧盟药品管理局或会在12月下半个月 向辉瑞及莫德纳两款疫苗 做有条件的销售授权 欧盟已向辉瑞订购3亿剂疫苗 同时与其他药厂签订协议 订购总数估计达12亿剂疫苗 就在欧盟宣布订购疫苗时 匈牙利19日进口第一批 俄罗斯研发疫苗 史普尼克5 以探究配方并自行研发 这款疫苗在欧洲没有进行临床试验 也没有经过欧洲药品管理局的许可评估 11月30日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曾表示 布达佩斯正在与北京对话 希望在明年年初能够使用中国疫苗 然而欧盟态度强硬 表示不会允许 欧盟执委会发言人马梅尔20日重申 欧盟没有与中国和俄罗斯企业谈判 欧盟成员国只被允许使用欧盟官方批准疫苗 本周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刊登了 中国科兴公司研制的 新冠灭火疫苗的数据 牛星大学学者傅利门表示 尽管中国的研究者在报告中强调 疫苗安全有效 但是数据却不尽人意 在人体内产生的抗体水准 低于莫德纳和辉瑞的疫苗 而且副作用较大 比如疼痛 恶心等严重反应 从初期资料来看 743名参与者出现不良反应比例 在有的试验组高达38%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